5月20日,正在大家沉溺在520的爱情风潮中时。张继科的一个举动被提上热搜,瞬间成了网友关注的目标。5月20日,有网友曝光了张继科在其粉丝群里对粉丝们说的话。张继科在表白粉丝的同时晒出了自己的微信头像并问粉丝懂了吗?只见张继科头像早不是二人公开恋情时的情侣头像,一样是与景田分手。 对此,有媒体向景田方工作人员求证时,对方未遇回应。今年1月,有媒体对于分手传闻向张继科工作人员求证时,对方则表示不回应。5月17日,张继科携带新女伴变身灵魂段子手,完全逆转套路。疑似于景田早已成了过去式。 当天,张继科参加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。节目中张继科拿走了潘石一送给黄磊的无敌锅,说是要拿去欧洲比赛正好。 最后走的时候的环带走了狗狗小盆,并发布称,以后盆妹就和我混了。全程没有提到时景田。 5月20日,景田发文,喜欢就是要大声说出来。这个520拿着爱的号码牌,一起收获爱吧。一间接回应了与张继科人恋情已结束,该表白的都可以表白了。 其实,早在3月19日,景田的博文中就已证明他和张继科分手了。当天,景田发布称,今日份的自拍还是熟悉的配方。 配了6张自己的美拍照,身穿V0毛衣对着镜头甜美微笑,心情明显大好。对着镜头比剪刀手的景田依旧是少女心满满的样子。 但是照片中景田手上戒指成了亮点。细心的网友发现景田手上的戒指戴在了食指上,而食指的戒指代表着单身。 自从生日之后,两人在屏幕前再无互动过。如今又有这些新料被爆出,看出两人分手是大有可能了。 你们觉得呢?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